念佛蒙开示 唐代的法诏大师是净土宗的第四祖 大历二年 大师占居在恒州的云峰寺 一天早晨 大师正在永州 忽然看见了玻璃面映出了五色云彩来 再仔细一看 云里面还有山有水 含一座庄严无比的大圣竹林寺 这是什么地方呢 隔天 大师又在玻璃看到了这些圣庙的景象 向人问起 才知道是文殊菩萨的圣地五台山 后来 法诏大师遇见了一位老人 老人问他 你曾经发愿要朝礼我台山 为什么现在你不去了呢 时节艰难 恐怕前去困难重重 只好取消了主意 有志有愿就能够去的 怕什么艰难呢 法诏大师听了以后 还不晓得如何回答 忽然间 这位老人就消失不见了 大师心里想 这样的因缘实在奇妙 因此他就重新发愿 法诏愿奉此身 礼官大盛 就算此去有大火冰河所挡 也终无退堕 大历四年 法诏大师就和几位同道的人 由南越前去 一路上果然平安顺利 大历五年四月初六 大师一行人来到了五台县佛光寺 当天深夜四经 一道奇妙的光明 从远处射来 照在法诏大师的身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光明呢 大师就跟着这道光明 来到了一座山下 山下有溪流 溪流旁有道石门 门旁站了两位童子 我是山才童子 我是南驼童子 请大师跟我们来 法诏大师就跟着两位童子 来到了一座寺院 他抬头一看 寺门有块大金绑 正提着大圣竹林寺 院内黄金为地 同时宝塔滑台玉树充满其中 这不是我在博里头看到的吗 欢喜异常的法诏大师 跟着进入了讲堂 讲堂内 文殊菩萨在西 普贤菩萨在东 都高坐在狮子宝座上 为万千大众说法 这时 法诏大师就礼拜两位大士 并且请示他们 大圣 佛法浩瀚 不知道修合法门最为切要 文殊菩萨就告诉他 念佛是诸法之王 法诏大师听了以后又问 应当如何念呢 西方极乐世界 我彼佛 比佛愿力不可思议 你应当一心念 阿弥陀佛 命中决定往生 永不退转 说完这句话 文殊和普贤两大菩萨 就为大师摩顶授记 后来 法诏大师更加一心念佛 誓愿求生极乐净土 有一天 大师正在念佛 忽然看见一位印度僧人对他说 你的莲花已经成就了 再三年就开了 三年过后 法诏大师就告诉大家 他走了 说完 就端正身子 坐着往生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曹普尔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许多伏》